周莹 周莹 二哥 发心发心 一切都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周莹当着我的面 直接把托尔丹给围绝了 周莹啊 我就知道 你是表面随心 内心还是手里手接的 饿死是小 尸节是大法 两位叔叔 只怕我们真的要饿死了 托尔丹已经放话 要将所有声音撤走 撤就撤嘞 这有啥了不起 他过两天来 叫我把这两箱金子搬走 同时把所有账 骑兵给结了 这 不怕 你有办法 周莹啊 如果真像你说的 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 一年收回成本 两年翻翻 那么我们吴家 就不怕失去托尔丹这个客商 二叔 你 我同意 一百营二十万两 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 二哥 你疯了 老四 现在我们东西两院 都同意入股 你呢 我没说 我可没说啊 没关系 现在是二比一 这事就这么定了 回头我把西院 该卖的卖 该抵押的抵押 尽快地凑租银两 这啥事吧 你遍地也太快了 也不够我伤的 我没说同意啊 我 我就没说 我没说同意 我就没说 谢谢二叔 谢谢二叔 没关系 小事 老 老爷 你 你这是干啥呀老爷 老爷 老爷 我 我帮你画呢 老爷 你这翻箱倒柜的要干啥呀 合股的欺缘呢咱们家 你找他干啥呀 不跟东院和西院合股了 干啥 你疯了呀 咱们刚跟东院和西院 过上两天好日子 你只要跟他们拆伙 你真是疯了你 你别找了 是永远为了挣钱 老祖宗也不讲了 老祖宗也不要了 这良心也不讲了 我不跟他们通了可恶 老爷 咋啦 老爷 二老爷来了 不见不见不见 见见见见见 老爷我求你了 我跟你说不见 二老爷我求你了 快去见见嘛 我求你了 快快快 见见见见 快 不见不见 见见 快点吧 快去 快去吧 二哥 快快快 你来干嘛 二哥呀 你来得正好 帮我劝劝他 正闹着 要跟你们拆伙呢 我就知道 他一生气 就想着来这一周 所以我来劝你他 别劝我 我不干了 如果你还想过回以前 警爸爸的日子 我就不劝呢 如果你还想发家致富 听我的 别柴火 继续一起干 想一块钱可以 但不能什么事都听周瑩的 必须听他的 为啥呀 啊 老四 你也知道 我也是个要强的人 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 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周莹比我们俩强了不止一倍 我们吴家不能没有他 我就不明白了 二哥 你凭啥这么说呀 这段时间我为了生意上的事 饭吃不响 教税不好 我才知道吴家大当家的 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在回头看看周莹是怎么做的 那些账务 那些生意来往事的那些 瞧着那些手腕 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才知道啊 这两年我们两院突飞猛进 全靠他 对 所以你就同意入股机器支部局 我相信他的眼光 对 二哥说得对 以前啊咱跟周莹干 都赚了钱了 往后要跟着他干啊 还能赚钱 你 你 你们真要干我也来不住 再去干嘛 那你 还退股不 不退了 老四 关于吴家大当家 我还有一个想法 当年江南制造局开工一时 也有人说 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 有人会被碾死 可事实证明 这些都是谎言 所以说 洋人的织布机器会痴人一说 这些也都是骗人的 赵大人 赵 诸位 都稍等一下 好好好 赵大人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那你先说 三年前 广东要开办机器制布局 但当定制的机器 到达广东的时候 梁广总督张志动 被调任了两胡总督 这事就被搁置了 我去打探了一下 这些机器还在 虽说不是最新款式的 但是使用没有问题 他们愿意折价让给我们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凑到了十万两白银 这机器制布局 就可以开办起来 张大人 那过时的二手机器要来做事 咱要买就买最新的 不就是二十万两白银吗 我们吴家全认了 这也太好了 赵大人 你讲了这么久也辛苦了 要不这样 我们合伙认购一股吧 对不住了各位 就在刚刚 所有的股份 都已经被认购完毕 这些机器制布局 这些机器制布局 周颖认购了机器制布局 所有的股份 所有的股份 是 是 小姐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撤资了 你出去 这机器制布局还是开箭了 这机器制布局还是开箭了 最终还是赵白石赢了杜明礼啊 那不一定 事情还没到最后呢 爹啊 你如果当初没有听杜明礼的 坚决不退股 那现在风光的就是我们沈家了 不是他们吴家 是 在翁十玛 验之非福 这机器制布局是祸是福 现在还难说 我以为把沈四海和胡有梅摁着 就没有人敢认购 怎么这周瘾又冒出来了 他哪来这么多钱 听说是吴家三院 倾家荡产错了 这事儿我们都疏忽了 这事儿我们都疏忽了 不过 好在我们有后生 你跟沈家那个陶长柜 结交得如何 那陶长柜本是护县人 家里有一些田 按照您的吩咐 我让当地的官府 把他们家的田占了 找回油头与他结识 再帮他把这官司解决了 现在他已经对我言听计错了 那现在 正是用他的手 快点搬啊 别磨蹭了 托尔丹怎么回事啊 我还没摆上呢 你怎么就喝起来了 你别喝了 别喝了 给我 好了 别喝了 行行行 你喝啊 反正今天我请客 喝 你是我兄弟 你不能幸灾乐祸 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哪敢幸灾乐祸 人家对你 可是动了想价之心 可是我呢 我出再多精子 人家也坚决不嫁呀 来 不过我呢 我跟我奶奶已经说过了 过两天 我就去她家提醒 我不管她心里有我没我 我要让她看到我最大的诚意 她不禁心里没有你 她甚至没有心 她的心跟着她的夫君 埋进了荒处里 她这么说的 嗯 我的心碎了 碎了 碎了 嗯 我